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要从零龙一号迈出第一步 对 零龙一号在海南苍江的建设的进度 引起了很多关心中国核动力航母的人们的高度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苍江一号这个核动力它是小型化的核动力 它小到什么程度呢 它建方10米 10x10 高度14米 大家知道吗 这个小型化的核动力放在航母上面 这个空间完全够用了 而它的动力还不小 据有关资料透露 一座零龙一号 它产生的马力是多少呢 14万马力 美国那个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反应堆 它输出的马力是多少呢 两座26万匹马力 美国就是说单台来讲跟咱们这个差不太多 比我们小一点 体积呢 体积比我们还大一点 所以这个核动力装置啊 放在核动力航母上面 这个空间完全是够的 当然我们说了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核动力航母 那个核燃料的风度 一般会在60%以上的风度 而苍江这个核电站呢 它的风度呢只有3% 因为呢商用的标准 一般不会超过6%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限制伊朗 你们要商用可以 不能超过6%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能说武器级的 武器级一般要达到多少呢 20%以上就可以作为武器来用了 当然你的当量多少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美国的像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 它的燃料的风度是多少 90% 虽然不是简单的说 玲珑一号搬上去就可以用的 另外还有其他的标准 高温 高湿 高盐 防震动 等等 这些问题也必须解决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为中国核动力航母 小型化的动力呢 打下了基础 提高风度 中国就要提出高风度的燃料 当然不存问题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说呢 把它的这些核燃料的那个棒 它耐受压力的这种应变能力 要进行改进 要进行提高 从民用化的 民标到转向军标嘛 对的 对的 而 这些小型核电站 一旦投入了正式的运行之后 其实我个人认为 也为中国核动力航母的核电站 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现在从这个进度来看 应该是说 中国的核动力航空母 目前可能是由此而起步 但是目前应该还是还没有起步 因为玲珑一号才刚刚开始嘛 对的 很多朋友问 我们有啊 比如说核潜艇上面的那个核动力 拿来不就可以用吗 别忘了 它的这种动力输出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一般核潜艇啊 它可能输出的马力是两万多匹马力 而核动力航母呢 它单单就需要输出十几万的马力 这个升级提高 其实对整个核动力装置的要求啊 带来非常巨大的变化 像法国 它的那个戴高乐阶的核动力航母 就是用的它的核潜艇上面的核动力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是小马拉大车 航速已经上不去 吨位也只有四万吨 所以不是说拿来就不用的 好在 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对于中国未来和动力航母的前景呢 大家呢 一定要有信心 短时间之内 我们还没有全球布局的需要 而一艘航空的武器 采用核动力的话 就意味着 它一旦进入这个整修期的时候 会有长时间待在这个港口里边 不能运动 这样我们要形成一个足够的需求 在海外远距离用兵的时候 才会有若干艘核动力航母 进行轮换配置 那么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会实现这个愿望 要看技术和需求 两个步骤 什么时候能够同步到位了 好 关于中国核动力航母 什么时候建筑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观众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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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